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雨山这些日子还算平稳 李延也在适应如何运作红旗帮 另一方面 利用重炮再生机 日夜不停加工大炮 炮弹 红旗帮有自己的船降和炮工 索黑尔 趾高气昂 带着重炮制造机来到船厂操作的时候 简直惊掉了他们的下巴 号称暴怒心脏的魔动科技 完全刷新了这些人对火炮的认识 李延也专门派脑子灵活的年轻人去学习索黑尔的技术 李延如今要考虑的问题 还是红旗帮的运作经营 以及南洋群道的局势 因为李延如今做了红旗龙头 名义上能抽掉的红旗帮总资金达到了二十万两 理论上 他完全可以把这二十万两白银都换成炎斧点数 这里十两白银能换一点 也就是两万炎斧点数 不过 人图给出了相应提示 这颗果实当中 以团队为单位 白银兑换炎斧点数的额度最高是十万两 兑换满之后 要等到三次炎斧事件的冷却 才能再次兑换 加上献祭乡军所需的十万两白银的牲畜或者玉帛 李延能吃得下的白银正好是二十万两 可 李延不可能抽干红旗帮的所有的流动资金 一半都不可能 李延要是做一锤子买卖 那就无所谓 可李延是要把大雨山打造成自己的后花园 就不能这么粗暴 这次出海 算上天母过海的收益 大概是三万两 其中大部分要走红旗帮吃穿用肚 抚恤军备的工账 捡去出动人手的分红 李延能动用的只有五千两左右 按照这个世界 严幅的折算方式 大概能兑换五百点严幅点数 换句话说 还是缺钱 其二 石夫人留下了炼制高离鬼所需的药育配方 这本应该是让人趋之若鹜的宝物 甚至 李延自己也可以考虑使用 折寿三十年什么的 孤祸鸟不是能延长寿命吗 严幅行走的未来可能性无限 狠狠心 也没什么 可是 炼制这药语 需要极为精深的验圣术修为 同为宝岛将领后代的郭婆手上 同样有配方 这些年 却没炼成一个新的高离鬼 就是因为 验圣修为不够 绝骨炮事儿时这样的事 远远超出李延的接受范围 拿不到十分的验圣术修为 这配方 就是鸡肋 第三 自己手上还扣着四旗的帮主 得时刻盯着四旗的乱局 另外 五婆仔那帮人 以及郭婆手下的赵小矣 李延不准被平白放了 甚至有收尾挤用的想法 李延已经拷问清楚 广宜岛五婆仔的村落 今年欠收 村子里的人吃不上饭 这才答应为郭婆所用 如今黑旗内乱 谁也顾不上广宜岛了 李延听说以后 老早让人去收粮食 正好自己收集十二亿兽图 要去泉州 路过广宜岛 这等邀买人心的好事 绝不能放过 此外 便是赵小矣了 这人的枪术专精 足有百分之九十三 有不少枪术技能 让李延也为之惊叹 要不是肉身素质稀松 李延未必压得住他 不用多 让他拥有高理鬼的体质和能力 对李延来说 便是不亚于武山的境地 换个角度 能收入麾下 便是长山子龙这样的猛将 可是 这人自幼便跟了郭婆 对他忠心耿耿 想让他为己所用 也得费一番功夫 最后 便是凌远府了 我说小扎呀 你这牛肉啊 筋砸得太碎了 这没嚼头啊 老头子拿一根牙签剃牙 张栋待久了 也没了一开始苦大仇深的样子 埋头吃着海鲜面 两人安置若素的模样 狠得扎小刀直咬牙 我说老人家 你可有点厕所蹦高过分了 我这天天给你做饭 那是看你身子骨脆 怕你在岛上熬不住 你这怎么还冲上大爷了 不爱吃别吃啊 有的是人吃 哎 得了得了 不说了啊 哎 现在的后生哦 老头子安分了没一小会儿 拍着大腿 嘴里横肠 一不叫你又来啊 二不叫你愁 扎小刀也不理他 抱着肩膀去看院子里对峙的李延和薛霸 李延手提还龙剑 掏着耳朵朝对面的薛霸招了招手 那个 那个 攻过来吧 薛霸看上去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还是那副小萝卜头的模样 手里拿着一柄钢刀 李延话音刚落 他昂头踏步 钢刀直扑李延面门 李延后跳 台壁上撩 环龙剑打在薛霸的刀跟上 直接把薛霸打得兵器脱手 接着脚跟站稳 剑刃去世不解 停在薛霸的喉头 动筋跳脱之间 富有奇特的韵律感 重伤出狱的薛霸 挠了挠后脑 怎么越打越打不过呢 开始还能打一会儿的 因为你每次的路数都一样 根本不过脑子 凭本能和蛮力跟人家打 以利详识会很多时候是句废话 和人动手啊 还是要凭反应和算计 这方面刀不太适合你 过两天 我将人给你打的锤子就到了 拳狼斗之后 李延有心培养薛霸 这趟出海 李延才发现 红旗帮火炮船只都是顶尖 兵力也充足 但缺少能够冲锋陷阵的一把好手 这方面 薛霸的性格和能力都比较合适 李延是季季家处身 教徒弟也是手把手一个一个教 至于能调教出多少 就看薛霸的悟性了 薛霸想了一会儿 忽然抬头 天宝哥 有件事我想求你 上次拳狼斗的赏钱 我不要 我想要个婆娘 李延把还龙放下 呜了一声 薛霸十四五岁 这个时代也未尝没有澄清的 哦 你说吧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 薛霸罕见的一低头 有点害羞 我想要个 呃 年纪比我大的 心疼人的 会照顾我的 李延也挺认同 薛霸心性乖礼 找一个能操持家的 也能管住他 说吧 你看上谁了 我给你宝眉拉线 我觉得 呃 我觉得单娘姐姐就挺好 薛霸戚戚爱爱的 一边听着的扎小刀一听这话 嘴都笑歪了 林老头 张秀才 天吃了 走走走 到厨房 我给你俩现做 扎小刀嘴歪眼斜的 拉着两人往里走 李延忠气十足的大笑几声 来 小霸 咱俩再来练练 天宝哥 你还没答应我呢 咱练完了 我再回复你 李延在练字上 语气咬得很重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星纯等人 喜欢本故事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